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师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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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 这是能混乱真力度的 看来已经有人向我们一步 到达天明门 做好埋伏了 可恶 刚才的爆炸 影响到紫薇血眼了 主人 我来找 往这边 你们留在这儿 我带扶蕊去抓人 他们追过来了 上钩了 一空间四方幻下 这是什么情况 福瑞呢 师父 没完没了 知道你是怎么回事啊 进了四方幻下 就是大罗神仙也难逃 你是谁 到底想干什么 敲出天元逆刃 否则 你和全天灵门都给我困死在这吧 不准弄天灵门的人 主人 我马上就你下来 我回来了 能随意切换场所的阵法 福瑞 这是一空间阵法 知道是什么阵法 那就好办了 居然能在解除四方幻下后 追踪攻击我们 到底是何方神圣所为 优明公主 福瑞 终于逮到你们了 是 是你 此阵连楚国顶尽造证事 也难以求出半点断倪 你 你如何瞬间破解的 我能破的 可不止这幻象 死 索维西眼恢复了 阵法已破 我们不是对手 快跑啊 想跑 门都没有 你不是想要天原地刃吗 我发发慈悲 送你一刀 说 谁派你们来的 主人 他们几个就交给我吧 正好试试新学的诏法 这就完了 嗯 问什么答什么 这手法除了维持时间短之外 没有缺点 谁派你们来的 杀我们的目的何在 世锦王爷 他想获得太古铜门里的力量 察觉到你有所行动 就让我们出手了 两期这伙人情太古铜门一行 变得更强了 事到如今 只能牺牲荒毒 来保之二一命 谁叫到了 怎么才维持了这么点时间 叔叔救我了 胆敢伤害我身边的人 这就是你的下场 良心 我定要你血债血偿 良心 你们回来了 兄弟 你们可算回来了 哎呀 抱歉 一下子没收住手 嗨 仙儿 好久不见 呃 呃 呸 呸 你个不要脸的臭流氓 离仙儿远点 哎呀 我这次刚捡了条命回来 你下手也太重了 他就是那个威名震震的良心 衣服怎么这么破 但身材不错啊 把衣服给我放回来 嗯 快快快 你马上换 哼 听到爆炸 我们就马上赶来了 看样子 你们已经收拾掉入侵者了 嗯 是锦王爷的人 我看到你打破太古同门的迹象时 便捏了把汗 没想到霍氏来得这么快 还是锦王爷 该来的总要来 再说了 我这不是没事吗 哼 臭小子 你们为了苍生 去鬼门关走了一趟 如今能平安归来 使大喜事 我这去让人安排鲜艳 给你们接风 太好了 太好了 是锦王爷的人了 是锦王爷的人了 太古同门之变 其界接受其影响 众为仙师连夜修补守护大阵 实在辛苦 修补完成后 我将已从落日沼泽中 找到的蓄灵牌为报仇 听闻落日沼泽内 藏着不少惊天秘宝 想必那蓄灵牌里 必有雄厚的灵气 这蓄灵牌到时候 我们师兄弟三人 又可提升不少 一觉醒来腰酸被痛的 什么蓄灵牌 可是我错过了什么宝贝 这几位是专研阵法的仙师 宗门特地请他们来修复大阵 修复大阵 可需找外面的仙师 找我就行了 就凭你 大言不惭 或许我不擅长 但太古同门内的种族 倒是精通阵法 不如我换他们来 太古同门内的上古种族 会让你招之吉兰 若我真的能请他们出来呢 要真是如此 我便绝着屁股 在这大殿爬上三圈 包罗万下 开 这 这是上古艺人族 参见主人 主 主人 上古艺人族 居然这矛头小子为主 黄神湖 凌方族 参见主人 黄神湖 这是比番茄湖族 强上百倍的上古湖族啊 独艳族 红莲乐 半山异族 参见主人 都起身吧 是 不知道 林仙师方才与我打得赌 还算数吗 就是那个在大殿上爬三圈的都 自然作数 好了 你们各自去帮忙修复守护大阵吧 赌命 既然如此 这蓄灵牌还是给梁七 几位仙师辛苦一晚 我会另寻法宝赠予几位仙师 不可 说好的报仇是蓄灵牌 如今梁七办到结了我们的任务 当我们好欺负吗 天灵们这么做 怕是有失偏颇 那 几位仙师的意思是 师兄 听说梁七这小子鬼得很 万一 怕什么 我们师兄第三人 还能输给一个矛头小三 这蓄灵牌自有上古封印大阵 不如谁解开这蓄灵牌上的阵法 就归谁所有 梁七 你觉得呢 如此甚好 咱们凭实力说话 几位请吧 要是被我一举破阵 有人又要说天灵门袒护门徒了 师兄小心啊 才这么点能难 还是别大众脸充胖子了 我的手 这蓄灵牌的灵力 竟将旋律界的能量 补出了半格 宁水师祖 以后还有这种好事 可先要想着我呀 那你就去落日沼泽探访一番吧 正好宗门也派出远爽他们 去那找远古金仙境修士的传承 你们互相也有个照应 弟子领命 落日沼泽这么大 咱们这样漫无目的地找下去 也不是办法 这不就松手门来了 别爽 他走火入魔了 小心 杀 良心 良心 良大官人 我想死你了 怎么样了 尔雅 你怎么也在这里 吴顿 我们这是在哪里啊 你是怎么接触到玄天太月兽的 这是玄天太月兽的力量 刚才差点被他伤了 原来太古同门那一剑 没有杀掉玄天太月兽 现在看来 当初那一剑是打破空间壁垒 将它射到人界了 虽然没死 但它也必受重创了 你还记得你是怎么被控制的吗 哦 是帝金国的人偷袭 好多外来修士都被帝金国控制了 也不知道帝金国有什么谋划 肯定跟玄天太月兽有关 你带带路吧 我们去帝金国一趟 站住 什么人 哪里来的 呃 我们是天灵门弟子 天灵门是什么东西 我们可是千年一族 可不是什么阿猫阿狗都能够得着的 如今什么阿猫阿狗都敢说自己历史千年 小姑娘长得倒是君 这说出来的话 怎么让人听着这么不舒服呢 咱们在别人的地盘 为了大局起见还是少起冲突 哼 你小子倒是懂事 本大爷还在这呢 去管动我的人 你 你给我等着 我去找我们剑圣 今天你们别想离开这里 既然如此 你们也没有活着的必要了 外墙中竿 说爆了 有人入侵 速速前往长门 替金国 我就陪你们玩玩 擅闯地金国 打伤皇家剑位 还想往哪儿逃 喂 首先 我们不是想要闯宫殿 是他们无理在先 其次 我们不是逃 是走 哼 我倒要看看 你的其他部位 是不是跟你的嘴一样硬 硬起 良心 这些怪物身上的气息 跟玄天太月兽的一样 他们被玄天太月兽的力量控制了 害怕了 晚了 这些剑位的实力 不仅提升到了结胎境 他们更恐怖之处 在于他们身上 无处不在的侵蚀之力 到时候 你们也会变成 只知道杀戮侵蚀的怪物 别说 你们先走 这里交给我和雪文 你说的倒是响亮 我看 你是风钻进了谷里 什么意思 吹牛皮 你找死 这里遍布皇家剑位 你们还能逃到哪里去 这是后友追兵 前有堵截 硬成 只要你们还在抵金国 就逃不出我的手掌心 传送过来的人都会血晕一段时间 没想到你能醒得这么快 你的称赞并不能保证你的安全 孩子树里救齐 仙力 原来你保留了实力 根本不需要我来救 救我 你跟那些剑士不是一会儿的 他们都是接受邪恶力量的坏蛋 我死也不会跟他们同流合污 你说的是真是假 等会儿就知道了 别碰我 真力暴动 再这样下去 他恐怕要抱敌而亡了 这是全天他愿兽 赦下的本命为福 除了那道雷符 他的身体内还埋藏着其他封印 玄天探月术竟然如此看中这具身体 既然如此 我也不能坐视不管 抱着美人的感觉怎么样 还行 瘦了点 不如尔雅 你再说一遍 是尔雅不如他 不是 是你不如他们 我说错了 是他们不如你 玉玲 你们怎么在这里 良心 快放开公主 公主与人接触 会灵力暴走的 公主 没错没错 我刚才就是在救他 灵力暴走的问题 我已经帮你解决了 不用信 更不用报答 还拼嘴 公主是我的救命恩人 多亏了他 我们才没被帝金国建卫抓走 良心就是您感应到的强者 想必你们也是听闻金仙传承之秘 猜到这里的吧 听你这口气 难道这消息是假的 是的 帝金国金仙发布这则秘文 就是为了引诱这些修士过来 侵蚀他们的本源 来供养他背后的邪恶力量 这些事 恐怕都跟玄天太月兽有关 不能犯人不管 文雅公主 需要我们做什么 尽管开口 我们一定竭尽所能 我有正法可以净化 轻石之力 但真力有限 无法彻底施展 还请你帮我化解这轻石之力 让无辜百姓 免遭邪恶力量的侵害 过回安居乐业的日子 这小公主 是不知道自己 与玄天太月兽的关系 还是在跟我演戏 不过无所谓 要是靠阵法 就可以解决问题 就没什么难办的了 还请公主传授阵法 这阵法晦涩难懂 由数百道小阵符组成 如果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 尽管问我 怎么可能 我学了三个月 才勉强掌握 他才看了一遍 就学会了 虽然这家伙 看起来很不正经 但论起天赋悟性 人界无人能比得上他 晋起 看哪 这是什么 仙人显灵了吗 仙人保佑 让开 不让开 赞了 是你 竟敢闯卧国都城 给我去死 你这弱小的手段 是阻止不了我的 霍乱地经国的侵蚀之力 就让我还净化 我怎么会在这儿 我明明是来找金仙传承的 卑鄙的剑位 就是你们打运我的 我想起来了 就是你们把我 关在塔里的 折磨我们这么久 也该轮到我们了 护杀 都给我去死 这都是什么 是阵符 快跑 做得好 芙蕊 这帮坏蛋残害无辜 就该给他们教训 敌习 敌习 按照计划行事 慕蕊 你们小外面 阻挡他们的援军 不会让你们进去 打扰主人的 尝尝我的试天炮吧 这些大家伙做什么呢 他们是风染巨人 我只知道 他们一直在里面 构筑高塔 没想到 在做这么惨无人道的事情 良心 只要破坏它 就能消除地境国中的 轻蚀之力 第三次尝尸 请示之力效果加倍 都别动 你们已经被我包围了 快跑 请救人 把秦尸之力的源头破坏掉 想在我的掌控下 毁掉金石 未免太不把我这个金仙 放在眼里了 秋天海 我最后悔的就是 把你举荐给了父王 让你成为了 帝经国的护国金仙 这次我一定要 毁掉金石之力的源头 温雅 如今仙徒大盗就在眼前 你又何必与我作对 乖乖做个公主不好吗 什么仙徒大盗 这些金石之力 只会让你堕入魔道深渊 在我手下 成不过一招的散仙 也敢插嘴 金星级别的战断 你们差不了手 我去助梁溪 你到底是谁 这根本不是 散仙能有的实力 桑琪和领主 梁溪 但你别忘了 这里可是我的地盘 在这血脉规则中 不论实力 只比血脉 你的任何攻击 都是伤不到我的 我的血脉经过大人培养 比起传说中的二十八星宿 也丝毫不逊色 没有血脉之力的你 在这里就是个废物 只比血脉是吗 收剑也晚了 今天你注定无法活着出去 杀了他 真龙血脉 怎么可能 难道你是东海的真龙子嗣 冰黄血脉 梁溪竟然具有两种血脉 乱起血脉 整个人界恐怕 没有能跟梁溪相比的 仇天海只是自寻死路 真龙血脉 冰黄血脉 一个人怎么会有 这两种至尊血脉 嗯 什么 我说 小心你身后 怎么会这样 你以为你赢了吗 这次阵法爆炸的威力 总也一平整个地精王国 只要你们跪下求我 我可以叫你们如何阻止它 你还是留下来 陪着这座塔吧 主人 主人 你们没事吧 一个金鲜而已 不足挂持 没想到 没想到光是金鲜身上 炼化的金属性能量 就填满了 玄影界的一个刻度 这个大家伙 不会也是你的吧 威云亚 你在干什么 果然 一个能让玄天踏院兽在体内布置封印的人 肯定不简单 我想 这里也是你特意带我们来的吧 我本不想这么早暴露 但没想到连金鲜都不是你的对手 现在不下手 我就更立机会了 我乃圣兽清选的巫女 梁溪 你是我为圣兽选择的肉身 还不速速跪下沉浮 巫女文雅 公益圣兽降临 又见面了 梁溪 大人 你们认识 你所崇拜的圣兽 就是被梁溪打住太古铜门的 言说是你 就算是他来了 也得在梁溪面前俯首称臣 暴死 太古铜门法则有缺 无法发挥出我的实力 今天 我就要让你们知道二十把星宿的厉害 这威势 连掌门还有恐怖 快撑不住了 要死了 梁溪 明年的今天就是你的忌日 可惜我早早就发现你布置在文雅体内的封印 梁溪 梁溪 连你巫女的生命都要蚕食 你这恶兽 还是滚回地狱去吧 曲温 你来封锁我也提供了灵力 我去消灭玄灵太岳兽 声哟 声哟 竟然能吸收我的天雷 早在太古铜门时 我便看穿了你的一切招式 对付不了梁溪 对付不了梁溪就想来对付我 是可惜 我们早有准备 你宁术一剑 梁溪 我去死 我去死 温雅 坚持住 已经足够了 星宿巫女的宿命便是如此 续温姐姐 聊戏 对不起 给你们添麻烦了 公主 公主 能看到帝金国获救 我就知足了 公主已经不在了 你还要对她做什么 滚开 给我看好了 我没死 那是当然公主 梁溪大人刚刚简直是神医在世 几下就将您救活了 比起医术 梁大人的武力更是一绝 简直是子卫大帝转世啊 梁溪 你刚刚对维雅做什么了 我对天发誓 什么都没做 还轮不到你边界 维雅妹妹 梁溪是不是对你做什么了 你告诉我 我们帮你做主 雪文姐姐 不要责怪梁溪 毕竟她也是为了救我 我原谅她了 你们 你们不能平和冤枉好人的 姐姐们 对梁溪轻点啊 这臭丫头 待会一定让你知道我的厉害 温雅 你说你能感知到玄天太月兽真身的所在地 那是当然 我可是玄天太月兽的巫女 哼 你俩挺自豪 只不过距离过远的话 只能知道大致的方位 父亲 哈哈哈哈 良心 这次递经过的危机 真是多亏了你救场 哪里哪里 温雅 过来 父亲 我有些累了 这里 就先回方歇息了 放肆 为父的命令都不听了吗 良心 你愿不愿意 与温雅成婚 成为下一任帝京王 啊 帝京王 是我拒绝 虽然温雅很有魅力 但我生性自有 难为一国之君 良心 你不是要带文雅去找玄天太月兽 只要你与文雅成婚 我就同意你们一起离开 罢了 只要能剿灭玄天太月兽 成婚就成婚 只不过低京王就免了 哈哈哈哈 良心 有你在 我就放一万个心了 父亲 我反对这门情事 我和良心也才认识几天 况且你的目的 是利用它 前阵落入少泽其他种族 你给我闭嘴 这里有你说话的份儿了 良心 这门情事我同意了就行 婚礼就在明天举行 来人 送良心去最好的客房休息 不必送了 我自行前去便好 你们这些废物 还在这儿杵着干什么 还不快去护卫新郎 是 良心 是你 你不能答应和我成亲这事 我的内心还存有被玄天太月兽侵蚀后的影响 一旦与你一起行动 肯定会背叛你 将你的肉身献给玄天太月兽的 假装以巫女的名义 你 你 你可不要生气 刚刚是在驱散你体内玄天太月兽的残留影响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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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不是因为玄天踏跃兽 你竟然有什么资格 跟我挤王府联姻 这婚姻但没结成 我就会在父王妻里 落下个半时不利的夜下 你和良希都该死 别杀我 这是玄天踏跃兽 沉睡之地的钥匙 我愿意用这个赔罪 光有钥匙可不够 你给我把消息传出去 让文雅三天内 来丰染巨人部落完成婚礼 否则 我就带兵踏平地进国 是 什么东西啊 这怎么回事啊 过来看看 看看看看 看来你父王还是不死心 就算他再逼我 我也不会回去的 这贴的是什么呀 哪个十字的过来说一下 村长来了 帝金国公主文雅与人私奔 破坏楚国 济王府与帝金国婚约 献公主三日内到丰染部落完成婚礼 否则 楚国将会发兵踏平地进国 怎么会这样 这要是打起来 还有我们的活路吗 明明就是公主与人私奔 与我们何干 别说我们了 就算是公主与他的相好 也难逃楚国追杀呀 他这是享用异国的安危 逼文雅回去 其实我和楚国的锦龙华早有婚约在身 父王欺骗楚国皇室 将我许配给你 楚国出兵也算是师出有名 帝金王本想利用我和锦王府相争 他来渔翁得利 却没想弄脚成拙了 文雅妹妹不用担心 有我们在 他们抓不走你的 嗯 多谢雪文姐姐 对不起 我不能让帝金国因为我 而陷入战乱之中 白天看了那则公告后 你一直心不在焉的 以你善良的性子 肯定还是要回去的 抱歉 良心 你一个人回去 无异于羊肉虎口 锦龙华想要的是我的调灵体质 只要我与他成婚 将体质给他 帝金国就会平安无事 可你自己呢 要是你的体质被锦龙华强行剥夺 你也活不了 我知道 可是帝金国百姓的安危比我重要 交给我 我一定会保护你的 给我点时间 动作快点 要是准备准备 要是准备准备 拔了你们的皮 新娘子到 快快快 开门 什么散仙良心 再回几条府面前 谢谢啊 可不是乖乖把美人送回来了 恭喜金府 贺系金府 万千之喜 敬王府 敬龙华少爷 求请文雅公送 下来 龙华莫要着急 文雅好不容易答应成婚 帝金王 俗里就免了 我这就与娘子入洞房 怎么这么沉 龙华 这事怎么了 没事 我抱的都 帝金王 这边入洗 今晚一定要不醉不归 你没事吧 你相公我身强体壮 怎么会有事 娘子 我来了 少爷 你没事吧 你吓到人家了 没事 今夜不管你们听到什么 都不准进来 本少爷要与娘子促习长谈 相公猴急什么 按照我们地心国的习俗 入洞房前 你要先行亲邪之礼 难道相公不愿意 娘子说亲 那就得邪 你还要给新娘一座金属矿山 以夫妻之间情笔金尖 这么多 一座金属矿山对建王府来说算得了什么 还是相公觉得我还不如那些俗 我都和你的体质 什么金属矿山都能拿回来 怎么会 不就是一座矿山 这里面有父王恩赐的灵精 楚亮不亚于一座金属矿山 我就知道相公是在乎我的 这总可以了吧 还有最后一个 你要趴在地上学狗叫 三生为吉庆 和和美美 学狗叫 什么狗屁习俗 刚才那些都是你在戏耍我 你好啊相公 你是良心 我见过你的画像 你们敢耍我 明日我便带兵塔平地经国 看你这副楚亮 还妄图沾染瘟雅 少爷的动静还真大 走 去知习 别打搅了少爷的好事 你不敢杀我 要是我明天没有出现 我手下的护卫就会通报楚国 到时候地经国 依旧会被楚国灭国 今日我假扮瘟雅 把你们聚集起来 就是要把你们技术剿密 饶 饶我一命 我立刻取消 一文雅的婚约 你死了 自然取消了 我还能打开 玄天太阳兽 沉述的禁地遗迹 还请您饶我一条见命 如此一来 倒不用费心 找玄天太阳兽了 起来 带我去禁地遗迹 是 少爷 拿下他 来吧 我这鞋子的味道可不好闻 来人 你们竟敢造反 我们本来就不是你的人 计划进行得很顺利 锦龙华已经在我手上 你们不用那么拼命 也能活下去 打给我们下了毒 这是解药 您这是要放了我们 不然呢 各族觊觎风染巨人的工艺 囚禁我们智甲 打造机关 只有大人愿意赐予自由 我们想追随大人 好 有了你们 凡杰城武器甲咒 终于有了着落 以无之力 弃之乳身 收 严爽与宁 你们留在这里 处理后续事宜 别让他们逃出任何一个 没问题 放心交给我们 这里就是禁定遗迹了 可以放了我吧 遗迹地大门通常是有威力极大的阵法机关 你去打开他 快去 要么开门 要么开你的脑袋 你自己选一个 杨夕 这笔章木记下了 我随意动符 一松开这个机关 可能就破不成了 不 主人 成了 大门怎么还没打开 这钥匙绝对是真的 可能 我实力低微打不开 也许您可以试试 钥匙已经没用 寻听大月兽躲进遗迹后 让整个遗迹的构造都发生了变化 你也不是进不去 那座黄金关上面有金仙的栖息 没想到这金仙传承秘文还是真的 圆润的走开 这黄金关中的气息怎么这么腐朽破败 老夫金仙伟身 等待百年 终于等来了你们 既然是你们二人唤醒的我 那便是能接受我传承的有缘之人 只要能得到金仙传承 打败梁西岂不是轻而易举 前辈不愧是金仙 一眼就看出了我的资质 请前辈传访 这把剑会把你们俩的修为 提升到同一境界 谁胜出老夫并给他传承 我感觉全身充斥着用不完的真力 这剑上面的力量更是腐朽破败 梁西 同一境界下 看我怎么教训你 不管你借助什么外力 都不会是我的对手 锦龙华身子屈服 根基破败 不用梁西 我就能把它解决了 好一个剑随易转 易随心动 梁西 我要将我的毕生所学 金术传给你 我倒想看看 你耍什么夸张 请前辈传法 这座黄金关内 蕴藏着我的金仙大道 进去修炼 就能获得我的传承 我好像看到了金仙大道 好精纯的贤礼 我也要得到 贤礼是屎于我的 怎么了 快醒过来 没想到还有九尾天狐 等我多了这小子的神区 火出第二世 再好好用秘法与你修炼 进去修炼 原来你的大限将至 怪不得贤礼扶朽 不可能 你怎么没受 扶朽心理影响 还是怎么了 我好像失控了 我可以送你金仙传承 求你放过我 这么无用的传承 不要也罢 人齐现在不是良希的对手 不救我 废物 不仅没拿到文雅的体质 还良希钻了空子 良希 我拿不到玄天踏月兽的力量 你也修想得到 只要我唤醒玄天踏月兽 你们都会死于他手中 我唤醒了玄天踏月兽 良希 你死定了 竟然是二十八星宿 再次见面了 玄天踏月兽 良希 你要是就此离去 本座大人有大量 可以不与你计较 怎么 你害怕了 害怕 天大的笑话 本座已经恢复了全部实力 只是今日心情好 不想杀生 既然你不想 那就由我来跟你情算一笔笔仗 良希 你我仙徒不易 何必拼得鱼死亡破 现在的你 没资格与我上逃 玄天踏月兽 被他一招击败了 怎么可能 零二十八星宿都不是他的对手 还有谁能打败他 臭女人 只要抓住你 良希就不敢对我下手 哟 还有空关心别人呢 别急 下一个就是他 助我一臂之力 我们合力干掉良希 不败 他有毒射 快拦住他 多亏了这惊仙大成的肉体 揭开了本尊在太古同门中的星宿之力限制 加上在落日沼泽吸收的天地灵气 看谁还能挡我 今日本尊便要一血前耻 战先剑 这一击已达到小神境界 好在他还没熟悉心身体 我们必须想在他适应前打败他 二等数倍 奇迹喳喳什么的 这就不行了 怎么可能 还没记性呢 破空斩 真扛揍啊 受了北门神兵的攻击 才只伤了四成 文雅 你是本尊的巫女 别忘了自己的使命 遵命 大人 他被玄天太月兽控制了 我的内心 还存有被玄天太月兽侵蚀后的影响 一旦与你一起行动 肯定会背叛你 将你的肉身 献给玄天太月兽的 干脆装作不支 利用文雅献上我的肉体 才在执行一事时击溃的 精兵快承受不住战斗了 既然如此 就只能让我们巫女大人 虔诚地把我献给他了 不行 这个风法风险太高 维雅能不能经兽也是个大问题 我仅遵新秀巫女之子 势必奉上乳之肉体 送大人完成霸业 他入戏入得好快 就算维雅能接受 这种把戏 又怎么能骗过玄天太月兽呢 很好 下手这么狠 他真的攻暴自权了 维雅 你怎么打自己人呢 不要打了 你疯了 还不会住手 温雅 你的调灵体质 可将灵体转化为真理 速速展开调灵意识 温雅 清醒点 你到底要干什么 本尊不仅要你的肉体 还要吞噬你的灵力 再装下去 真要被这小女子吸干了 潮汐心诀 破 潮汐心诀 破 你干嘛 你受了玄天太月兽控制 我在帮你解控呢 你的调灵之力 在涌入我的体内 你 等出去了 我再找你算账 出去之后 随你处置 先陪我把戏演完 良心 你完蛋了 好好享受生命的最后一刻吧 良心 束手就行吧 啊 我要被吸干了 应该差不多了 大人 以准备妥当 哈哈 本尊终于等到了今天 我要用你的力量 图进你所爱之人 踏平基建 我的清修之力在流失 你做了什么 关你的福 温雅将调灵之力 传送给我了 他是属于你的 就叫你玄天踏月剑吧 啊 竟敢如此羞辱本尊 不可原谅 救消探月 啊 啊 我要扒了你的皮囊 剥了你的金盒 拿去造福七剑 你休想 你 啊 啊 啊 这地方快塌了 糟了 啊 狠锐他们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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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好赶到了 没事吧 刘夕 这里有我撑着 你们快走 你干什么呀 主人 要走一起走 我还要找你算账呢 只有我的力量才能抵住冲击 不然大家都在死 我是不会情伙伴于不顾 刘夕 我来帮你 笨蛋 叫你们走就走啊 我死不了 一会就出来和你们会合了 小狐狸 帮帮我 带他们走 身有这股力量持续爆炸 恐怕整个落日沼泽都要遭殃 得找到金河 从源头解决它 连北门斩甲都力量不重冲击 看来只能使用万年之力了 调灵之力 收 凉系生死难料 虽未能收回玄天踏跃兽之力 但不会对修真大会计划 造成太大影响 打进去这么多 才只拦住一个凉系 神界手段就是不行 极乐王有何高见 我开启灵月阵 片刻就能过去 亲手将良心疼惜的小美人们 一网打尽 再做要挟 他能不想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使命术 打尽 小心 怎么会这样 凉蜥还没有出来啊 我的爱神契约 感受不到凉蜥了 我不信 主人 你绝不能出事 绝不能 都怪我 要不是我 凉蜥就不会来这里 就不会 火药剑人死要见尸 在没有见到凉蜥尸体前 我绝不会相信他死了 雪文姐说得对 火药剑人死要见尸 这是什么 这是混沌界的星云之门 我想请你们 与我一同前往混沌界 总有种不好的预感 看一下雪文他们 小美人们 你们很快就会体会到混沌界的美妙了 敢掳走我凉蜥的人 就算是混沌界的老巢 我也要给你捅出个窟窿来 欢迎各位小美人来到混沌界 这里有古怪 我无法发挥出全部仙力 人界修的是真元 混沌界修的是魔器 在没有将真元彻底转化成魔器前 你们的实力 在这里发挥不出异程 只要你们在我手中 良心还不是任我宰割 别想理我们要求良心 丑八怪 要杀要寡 西听尊便 我二雅坑一声就不是吓害公主 我倒要看看 你们的身体是不是跟你们的嘴巴一样硬 这些魔珠是混沌界最残忍的种族 他们会钻进你们的伤口 把你们当作母体吸食真力繁衍 等吸干你们全部真力后 就会剖开你们的肚子 从里面钻出来 我就是死也不会拖累良心 好 那我就先成全你 良心 我没办法陪你走下去了 谁给你的胆子 敢动我的人 良心 我不是做梦吧 还好我来得不算晚 要是你出事了 我一辈子都不会原谅自己 北门战甲 怪不得你能无视混沌界的魔器 本王乃是混沌界八大将领之一 极乐王 都没事吧 良心 你没事 太好了 主人来得太及时了 差点让那极乐王得逞了 良心 既然你来了混沌界 正好省得我麻烦 这次来了 就把性命留下来 你有吓死我啊 海参七月都感应不到你了 我是仙体 肉体坚硬 这么大 疼得只是你自己 还硬不硬 每次就知道让我们担惊受怕 我看你只会在我们面前硬切 你们竟敢无视本王 二雅姐 错都是主人的 跟我无关啊 好你个芙蕊 竟敢出卖主人 杀了你们 按压圣咒 偷去死吧 喂 极乐王 你就是仗着混沌界的地力罢了 要是在人界 都不用主人出手 就你会说话 你们找死 这份耻辱 本王必定要百倍奉还 今日我就把你送往极乐 这是双头老怪的士灵术 那两个家伙 不过是学了我一点皮毛而已 他们太笨 没有学到精髓 是灵术最强大的能力 不是吸收对方的力量提升自己 而是吞噬对方灵魂 完全变成对方 而在百年前 我机遇非凡 吞噬了一口重伤的上古怪物 混沌龙 混沌龙又如何 我用三把兵器就能灭了你 三把兵器就想打败我这混沌龙山 识人说梦 星辰盾 杨夕 我要吞了你 天缘秘刃 斩 我不信你还有第三把兵门神兵 是吗 落日宫 就算是三把美门神兵 也奈何不了我 杨夕 你毁我仙体 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混沌界的规则 对我们人界修士限制太大 先回去 这次你毁了他的仙体 极了王想要复原 要不少时间 杨夕 你什么时候用互换身体 让我也体验一下 这三把北门神兵的厉害 互换身体 二雅姐 你什么时候跟主人换过身体的 都给我进去 从混沌界回来两天了 这悬天太外兽爆炸产生的瘴气终于清理完了 这次灭了悬天太外兽 肯定收了不少宝贝吧 没有 福瑞维亚他们都可以作证 袁绍 你别听他胡说 他可收了不少宝贝 良心 你就给我几件宝贝吧 真的什么都没有啊 不 不好了 成为来了一群闹事的人间修士 喊着要禁地传承 什么 那就去会会他们 要我说 干脆我们直接就闯进去 对啊 万一他们带着传承 从什么地方跑了呢 出来了 良心 你和风卵巨人族勾结 擅自夺取禁地传承 当我们这些人是傻子吗 速速交收传承 否则 放狠话钱 先想想自己有没有这个资格 良心 我们今日还代表着天灵门 我明白 这些修士的修为不高 但毕竟牵扯到天灵门 那只能对你下手了 诸位刚才言之有理 良卯在此将这份传承 赠予这位张浩然人兄 来 我告诉你 这便是禁地功法传承的开启口诀 便托付给浩然兄了 醒张的 把玉符交出来 我看是你想独吞这传承吧 对了 传承今次一份 不可分割 张兄 好东西就是要一起分享 给我 藏着掖着就是你的部队了 先讲了玉符 再逼问他功法口诀 我们走 梁符 梁符 总没有贵客特来寻你 尽快回来 不知道是哪个贵客来了 黄云 再快点 本王在天灵门内 已等候四日之久 若是他无法赶回 便算了吧 弟子见过宁水师族 梁熙 一周后在阳都城 举行人界的修真大会 赵王爷想让你代表镇北府 出席大会 宁水道人 此人现在不过散仙七重镜 府上的侄儿 以散仙九重镜 如何能比啊 梁熙的散仙七重 可比寻常人的厉害上许多 仙儿 赵王爷的侄子 在比赛时可千万别对上我 梁卯最瞧不上这种 眼高于鼎的作派 你就是传说中的梁熙 我以为是个普通的撒扫弟子 你这气质 我还以为你是镇北府中的侍卫 那是小美人你眼神不好 把这牛粪当成宝 赵一星 劝你好好说话 我这副战甲 用的是山海宝新锻造而成 梁熙兄弟若想证明自己 不妨来试试 只怕你这山海宝新的战甲 也不是我的一招之敌 龙龄紫金刀 原先我也打算找个山海宝新来加持战甲 却没想如此不堪一击 或许赵兄也来试试我这本门战甲 刀来 真是龙还是宠鹅 怎么如此不开一击 真是丢领 杨夕 我要杀了你 我看赵兄这散仙九重怕是服用丹药催化出来的吧 方才只输了三分实力 你为你一个散仙七重 能是我的对手吗 吹牛什么三分实力 雪儿 你给我送你回去 扎西 水可克火 你这一团灵活 只怕三两招就被我的紫小秘拳给灭了吧 鱼香 你 你 忍你们很久了 跪下 梁夕 对不住 我给你赔不是 赵王爷 刚才也见识到我这紫微真火的力量了 见识了 那么 日后镇北斧想借此蓄意报复 那这一小团灵活 便会让赵王爷您死得很不痛快 好好好 我保证绝对不会对天灵门有任何非分之想 修身大会 我会代表天灵门参加 切实镇北斧要为我们提供一切可行便利 好好 当然 赵王爷找我参赛 无非是想押锦王爷一头 到时我能帮则帮 那就多谢梁小友了 那我带着侄儿先走了 梁夕 梁夕 紫微真火真的会要了他的命吗 当然是骗他的 万一他日后来寻仇怎么办 从前竟不知道你有这么稀的心思 我的优点多着呢 自夸自雷真不害臊 你 娘亲 看 仙人 好 好 好 中原王城的热闹 果然不是番茄城可比的 这次修身大会开在阳都城 楚皇要彰显楚国实力 当然是大办特办 来到阳都城后 你一直心不在焉的 怎么了 没事 就是想家了 这样啊 各位 今日店内特地请了白小生来说书 还不进来看看 老老科 走 白小生说书难得一见 咱们也去见识一下 在大笔前放松放松心情 话说 上有修仙大派 下有世家各族 这次修身大会 真真是龙争虎豆 来 客官这边请 小二 把你们的招牌菜都弄上来 银钱管够 好嘞 客官您稍等 吐包子进城 这么些角色女子在他身边 倒是可惜呀 若是以年轻一辈弟子 实力 修为 功法 排个榜单 我认为阳都城内 齐 陈 楚 白 四大家族实力最强 四大家族不愧是楚国四驻国呀 我看这次修身大会的最强者 应该就在他们其中了 梁西 以你的性子 我上去说两句 就是 我认为咱们天灵门不弱于他们 人家不是说阳都城内吗 咱们天灵门在外 说得不错 不愧是修身界的白小生 还是有几分实力的 该啥 但在这阳都城外 还有一位天灵门最强弟子梁西 他的实力更是在四大家之上 哪来的野宝 看来有人恼羞成怒了 白小生 你竟敢拿一个矛头小子来辱我四大家族 你给我改了 我说的全都是有事实依据的 就算你要杀我 我也还是这么说 梁西自从拜师天灵门以来的战绩 远超所有同辈年轻人 这人倒是有一副傲骨 你不该 你死 何必为了一个虚名而拿人命出击 白家真是好大的威风 在天子脚下如此目无王法 肆意欺凌百姓 这里 我白谱就是最大 我说他该死就该死 我说把你带回去 今晚你就得出现在我房间 这一掌教训你出言不逊 我爹都没伤过我大嘴巴子 我杀了你 这一掌教训你目无法技 我可是进度野王白家的人 知道我爷爷是谁吗 这一掌教训你不知悔改 还敢用权势压人 我把话放在这儿了 就算是楚皇来了 也是你的错 恩人还是快走吧 白家手眼通天 连夜逃出城还有一线圣机 来不及了恩公 是吉家的起步声 老七救我呀 白谱 起家办事 无关人等都散了 上面的 时需点放开白谱 然后自费经脉认罪 不要连累到你们宗门 我要是不放呢 竟敢不把我齐家放在眼里 抓住他们 天杀的 他夺走了我们的灵气 我们好好给他们上一个 好 看本公主的厉害 你们被包围了 小贼 把灵气还回来 他还抹住了印记 跑啊 匆匆打飞 老爹 救命啊 爹 这是打了小的 又叫来了老的 爹 就是这帮贱民 他们竟敢以下犯上 我一定要让他们好看 我相信两位住国大人 一定会调查清楚 事情缘由的 小美人 你别着急 下一个就轮到你 爹 把他们都押入大牢 臣妻 见过公主殿下 仙儿 你是楚皇之女 若不是这次 本公主亲眼所见 简直不敢相信 大楚国的四住国后人 竟然如此目无王法 来 赔罪 是我有眼无助 还请公主 这位兄弟 饶了我这条贱命 是我公主 这途不出向阳 是我打他万为 还请公主息怒啊 公主 这位小兄弟 我们愿意全力做出赔偿 一切都由良心做主 看在仙儿的面子上 白小生 给你的 你别光起实力榜单了 顺便 也给美丽的女修真者 排个名 我想 这是大伙很乐意看到的 恩公 这倒是可以考虑 公主 陛下日日夜夜想着您 还请您随臣回去 此次我是代表天灵门来参赛的 公主 您的生母灵妃 已经在冷宫病了半月了 至今下不了窗 怎么会这样 就算您不思念陛下 也要为灵妃想想 她正是需要您的时候 我这就回宫 仙儿 还可以再见到你吗 当然 用这块玉佩 随时可以进宫来看我 良心 仙儿只是回家见见父皇 就跟我回谢海见父皇一样 不会有危险的 怎么 舍不得了 要不陪仙儿妹妹 一起去见见楚皇 胡说什么 我们要好好准备 明天的秋真大笔 那保住啊 仙儿 嗯 回宫 白小生 这巅峰榜 秦龙榜我都使的 你这青城榜是几个意思啊 各位 能设立巅峰 青城 乾隆 这三榜 是我白小生的荣幸 但这只是我一人所设想的排名 还不能够服众 所以 我也开放打榜的权利 投入你的零食 甚至可以有更改榜单排名的机会 榜一大哥 还有机会 可以与各榜单的榜首见面 我倒要渐渐去榜首 使得不要跟我抢 都让开 我投入零食书案 草皮一生 我投了八戒零榜 我看谁跟我争 弱能修 今来可好 黄锦秀 又见面了 aos91 楚皇到 恭迎楚皇 哇 不愧是楚皇 这排场可真不小 各位道友 许久不见 见过楚皇 修阵大会 大楚盛世 朕只愿众修士们在大笔中一展风采 取得佳境 谢楚皇吉言 我的小公主才昨夜回宫了 朕很高兴 决定开放皇家秘境 作为第一轮大笔的赛场 秘境中藏有紫卫大帝的功法 还放了小公主的信物 敢问楚皇 放这小公主的信物是何意 寻得信物者为第一轮大笔第一 可迎娶楚国小皇女 我听闻小公主的 为了秦城后的力量 样貌秦城 我日夜不错的修炼就为了此事 这次获胜者必然是我 没想到贤儿妹妹一回家 楚皇就将她作为了大笔的将领 这个所谓的皇室 不过将她女儿 当作笼络人心的物品 这次比赛 我一定会赢下 绝不让贤儿嫁给别人 请主王开启秘境 请各位参加试炼 这不是仙儿留给你的玉佩 我在树山雪海 学过一种寻物术法 可用玉佩的机器做牵引 可以寻找到信物 先找到凉溪 不把她淘汰出去 我不安心 把消息散出去 淘汰天灵门凉溪者 白家赏零石数万 零气法宝两线 木灵矿迈一条 是 听说了吗 白普发布了 对良心的悬赏令 不知死活 掌门已经说了 良心在年轻一辈没有敌手 我们专心寻找信物 师兄 良心真是活该 被白家全境悬赏 走 我倒要看看 良心那小子的惨状 神刀流 除海波 接了白家宣赏令 前来淘汰你 白普 你有好大的狗胆 敢悬伤我 霸卷天下 这就是你的最强仪式吗 什么最强仪式 连你的剑都没逼出来 我输了 不过 你的敌人不止我一个 出来吧 别再躲躲藏藏了 你去送死啊 不是叫我们 你倒是有些本事 连土海波都不是你的对手 不过你一个人 如何对付我们四人 小琪啊 我也是有队友的 对付你们 都不用良心出面 你们怕是连我一招都挡不住 那就来试试 好好看着 再动 我就飞了你 大海无量 不可能 年轻一辈达到结胎 已经是翘鼠中的翘鼠了 你们的实力 怎么会逼近仙级了 换个角度想想 会不会是你们太弱了 良心 我只是路过 路过你不能 按照预配指示 蝎儿的信物 应该就在里面了 黄岐 黄岐 黄岐身上 怎么会有修罗技的力量 无数性之力阵法 环环相扣 若不是我也会这无数性 还真的好破解 学习换体 原来这就是紫卫大帝 留在秘境中的 无转阴阳神功 这一丝阴阳之力 相当于数倍的五行之力 转化而成 如果用阴阳之力 催动密法 那效果 岂不是成倍提升 蝎儿 修罗族 已经渗透进 楚国皇宫 父皇 被修罗族控制了 记住 不要相信任何人 你是说 这次大会 可能被修罗族利用了 你现在在哪 既然仙儿能在这里 留下信息 说明他来过这里 并且是安全的 我要尽快找到他 你已经就这么大点 两心能藏哪儿去 后山西索 剑木向北摆布 陈叔 此这小子 冒这么大风险 把皇女信物的地点 提前透给我 有意思 通知所有人 集合 才这么一会儿 你就把阵法破了 刚才那个人影是谁 啊 是紫薇大帝 给我留下的讯息 原来是紫薇大帝的传承 听说这束秘境 是大帝闭关疗伤的行宫 难道有什么隐藏机关 紫薇大帝 把世神的秘密 留在这里了 大帝旨意 尔雅 雪温 拓拔晚晚 听令 你等 当尽心辅佐良心 及其北门神兵 守顾人界 今后 务必良心 马首是瞻 他说往东 绝不能往西 他说撤退 也不可迟疑 你胡说些什么 好啊 占我们便宜是吧 别打了 这里真的有讯息 仙儿的 仙儿的 这次是真的 好了好了 正是要紧 让别人结足仙刀 娶了仙儿 良心就得去抢婚了 仙儿给我留了讯息 暂时应该没有危险 但是楚皇 恐怕已经被修罗族控制了 怪不得要拿仙儿 当比赛奖品 多谢良兄大叫 你们身上 为何有修罗族的力量 我们中途 被几个修罗族追赶 逃进这座宫殿 却又被幻境困住 大恩无意回报 良兄 我等与皇女信物无缘 这是方才拿到的线索 走 仙儿的信物 不能让别人拿到 找到了 小心 看起来像哪个 纵门的护法见证 怎么会出现在这儿 速度太快了 只会偷袭的小人 有本事出来一战 良心 这是我白家传承的 朱仙剑阵 你就别想出来了 不过嘛 你给我磕三个响头 我也可以勉强收下你 当条看门狗 什么破玩意儿 也敢撑朱仙 良心 水火祭祭 则今师奇瑞 最灵动的攻击阵法 让你拿来当陷阱 真浪费 信物地点 谁告诉你们的 说出来给你个痛快 你 你不能杀我 白家 不会放过你 泄露地点的人 是想让我们自相残杀 蠢货 想清楚 等我来找你 良心 这是什么破剧疯 这是 薰米宝盒 良心 快收回真理 徐米宝盒 会把人吸住 直到真理耗尽 你死定了 良心 动静闹这么大 怎么就来了你们几个 对付你们 足够了 我们的目标是他 不想死的 乖乖闪开 修罗族精心布局 就是要把进入秘境的修士 一网打尽 都到这个时候了 还想挑拨人心 看来 你们人手不充裕啊 鬼将大人 我们和他 不是一路人 他们是修罗族 你疯了 我劝你别站错了边 不然只有死路一条 助我击杀良心 怀下自有重心 小子识时务 成交 一群蠢货 让人卖了 还帮人数钱呢 上来 冷戏 冷戏 来得好 无准阴阳 陪我收 千万把徐秘宝和撑碎 你到底是什么人 这是 D级空间项链 看着 有点眼熟 是我送给仙儿的 一是族人那里拿的 当时觉得好看 随手递给他 没想到这么久了 他一直待在身上 神族 果然狡猾 并不厌诈懂不懂 让你输个心服口服 皇家秘境有大地法阵 修罗族居然能混进来 你们的内应不是普通人 任何人都可以成为我修罗族的内应 亮戏 我的援军到了 今天你必死无疑 废物集合也只能是一堆废物 这 这是什么修为 一人斩杀一对修罗鬼将 埋伏的那对修罗族也败了 黄女信物已经拿到 比赛结束 赶快离开秘境 走 这小子居然能活着走出秘境 黄下秘境里怎会混进修罗族战士 敢在修真大会上出手 有何阴谋 且王爷不想解释解释吗 修罗族现身 王爷难逃其咎 说的是啊 必须得给个说法 小脸上不要命了 肃静 对修罗族的出现 我也不 比赛事宜皆由你来负责 外族入侵这么大的事 你会不知道 你已经开启 全程由陛下负责 我即使身为王爷 未经他允许 也不能进去 谎言得挺像回事 趁陛下不在 你还想把黑锅扔他头上吗 别以为我不清楚 你之前的暗杀行动 要是给脸不要 还伤害他人 就被我无情 大胆狂徒 竟敢对王爷不攻 哪个没张眼的横冲直撞 黄神那位 不愧是楚皇宫最强战力 岂不省真瞎了眼了 敢去惹他们 居然惊动了 镇中王和世子 帝氏和白家张老爷来了 你知道你打的是谁吗 我管的是谁 爱是的 三步之内 人有来无回 王爷莫急 请让老夫试试他 白长老亲自出手了 我记得他 闭关前面也是闲子吗 这下两心可惨了 你是何许人也 失诚何处 天灵门良心 我敬你是长辈 不出手 若还敢上前 我就不客气了 天灵门 天灵门 怎能教出你这么个有勇无能的满腹 像你这种疑老卖老的顽固 没资格回忆天灵门 还有这个上来 我奉陪到底 没有的话 就给我闭嘴 安静呆着 散仙境 他的实力竟提升得如此之快 我最后问你一遍 你到底知不知情 不说清楚的话 辞 辞是重的 有关系皇女安卫 主皇定会侵察到底 既是我清白自明 乱兴冷静 别乱干 给不出交代 要你的命 威胁了王爷还全身而退 不是他狠 就是王爷有鬼 快别说了 哪一方咱都惹不起 修罗族来犯 势必要调查清楚 我宣布 本次秘境比试 到此结束 事情不简单 出于安全考虑 你们就留在此地 贤儿 我去找 方才在秘境里 百谱早有预备 此事定与他脱不了干系 就从他下手 平安带他回来 害我变成这副鬼样子 我定不会轻饶他 口气倒不小 我人就在这儿 有什么招 尽管使出来 赶自投罗王 可别怪我心狠手辣 上 事情都是我一人所为 得了吧 你有那个脑子伏击 还能看不出背后的阴谋 说 谁支持你的 我说出来以后还怎么混 你敢杀我 白家不会放过你的 敢帮助修罗族杀害我的人 你以为我会放过你 再也不交代 我就替楚国百姓灭了你这个吃里扒外的叛徒 陈树丝是陈树丝帮的假消息 早说嘛 非这么多事 白谱这个没用的废物 真刻不住 没想到良心势头如此强 眼下好不容易牵制了他们 你务必夺得大会鬼怪 为我族拿到擂台赛奖品 自为大帝的功力结晶 算吧 打得真惊 居然能找过来 我先行一步 地雷在死地拖住他 哪里跑 恶鬼像 除了恶劲人 也没什么厉害的吗 大话别说得太早 有本事接下这个 阿修罗 历来 金仙之下的闯入者 无一能在阿修罗手下存活 娘欣 受死吧 好行的力量 给些虚弱的 机会来了 差不多了 就由我来大方记录了 你打不过我的 还说 修罗族到底在谋划什么 这是你逼我的 可以 修罗族给了你什么 让你如此拼命 与他们无关 只要能压你一套 夺回仙儿 是我有何方 还没完 再来 就让你见识见识 你我实力上的差点 把计划的交代出来 我给你个痛快 你做梦 我就是死 也要拉着你一起死 还要运工资报 尽力防御阵法 不对 这是被魔戏催动的 四柱国阵法 四柱国阵法的守护兽 陈叔慈为了杀我 不惜以命还兽 真看得起我 看来 普通术法 根本无法伤害到他 反而会激怒他 双头魔龙 不忍耐 打架就打架 烧我衣服算怎么回事 在这待着 怕是人都要被烧毁 这沙子 让人调动不起真力 也无法飞行 沙子下落的速度 也比之前更快 既然没法从原路出去 那边只能另辟道路了 使我一招 修罗族的魔器 得尽快找到魔器的源头 看来这才是杀娇的命案 四驻国的青龙阵法 五行相伴相生 造出这个阵法的实在是高人 良喜 我儿呢 我儿在哪里 你对他做了什么 他不惜动用修罗族力量 坠入魔道 到头来是自己害了自己 你残忍无比 杀害我儿 还有脸说风凉话 良喜 你拿命来 灵香魔龙斩 良喜 良喜 你不得好我死 严调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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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心死我们了 放心 我这不好好的 无用之人不必留 良喜 良喜 尘免勾结 修罗一族大家都有目共睹 他就叫给杨都城来处置了 好 但尘免勾结 修罗族 先而不知所踪 这笔账 可不能轻易就这么算了 可有探查到什么吗 他也神志不清 失去记忆了 杨都城定会好好处罚叛徒 绝不会轻饶他 仙儿的线索又断了 修罗族人在杨都城 潜藏了这么久 四处过法阵 却从未失静 怕是法阵 早就被别有用心之人破坏了 我提议暂停修阵大会 先将凶徒绳之以法 不可 修阵大会举办多年 怎么可以说停就停 但若因阵法受损 被修罗族入侵 不能修师受了伤 谁能负责 连自保的能力都没有 还参加什么大会 若是修阵大会停办 仙儿的线索就彻底断了 若修阵大会继续举办下去 修罗族势必会再次出击 两位别吵了 如今因为四处国阵法损坏 无法施警修罗族人的入侵 如果天灵门 愿意接管防御公事 修阵大会 不就可如期举行了吗 负责防御公事 四处国阵法建阵 需要多少天才地宝 况是百年水神墓这一样 便足够你寻上个百十年 不巧不巧 早年间外出游历时 机缘巧遇被我寻到一根 但并非百年 而是千年水神墓 那湖族的千年惊血 你可能寻得 千年惊血有何难 要不要仔细咽咽 你 我天灵门 愿承担修阵大会的防御公事 若谁有不满 会认为比我更合适这项任务 大可以从我手中 接手这项差事 我梁某人欢迎至极 不愧是楚国第一宗门 这等细波 实在是常人所没有的 天灵门如此大义 实在叫人钦佩 那这防御公事便交给你了 天灵门大义 我心中记下了 嗯 嗯 梁夕 大话可别说得太早 你虽有了胡足精血和水尘墓 但你可知要多少精石 才能支撑起整个赛场的防御公事 多少精石 我都能拿得出 要想照着整个比赛场地 至少需要上万块中品精石 就算你翻遍整个阳毒城都未必找齐 可别为了自己除风头 打肿脸充胖子 要在几日之内凑齐这么多精石 可并非一时 该不会是梁夕借此来讨好几位王爷 对阵法不管不顾 而陷我们于危险之境吧 你说中品精石 这 这难道是传说中的龙龄精石 传闻中龙龄精石 是由龙龄精血所化 形似琥珀 是为上上真品 你们路上的修士 没见过什么世面呀 这不过是胶蛇退皮后 零件所化的精石 这些怎么也抵八万块精石了 这姑娘什么来头 出手精如此扩充 我修炼了二十八年 从未见过品质如此高的精石 这种精石在西海龙宫遍地都是 你们要记住人外有人 天外有天 别轻易小瞧别人 一切挺良心的 现在如此有魄力的年轻人不多了 是 我们定当竭尽全力 诸位掌门将灵力灌注到精石上 精石自会真选能量用于阵法之中 各位修士武者需要灌输部分真力给我 齐力施法布阵 看来修针大会可不止陈家一个内鬼 那我就陪你们玩个瘟症捉病 良心 你别得意的太早 今日定叫你好看 我知道自己天资卓越 某些人见了就自残行贿 心生怨对 只是病得知 你 诸位 修针大会第二轮 自今日起正式开始 此次为类胎赛 分为九个分类和一个主类 分类胜一局可积一分 积分较高的宗门 可选择上主类比试 胜者积十分 败者扣五分 最后积分高者胜 能得到传说中 此为大帝的功力精石 良心 往年的修针大会都是淘汰制 从未用过积分制 此次比赛给了人钻 空子刷积分的机会不说 还大大延长了比赛时长 让修罗族亦有了可乘之机 万万 看来你是对我的能力没信心啊 我不是这个意思 放心 我早有打算 紫薇大帝的功力精石 我势在必得 按照昨日抽到的顺序 请诸位前往各自的分类 比赛正式开始 询问 这一局你先上 好 天灵门雪纹 对战火神风石薄方 这擂台比试 可不是什么人都能上 打坏了你这细皮嫩肉的 哥哥我会心疼的 废话少说 看照 竟敢打我脸 微阵雷霆斩 红灵进雪 成了 天灵门雪纹胜 天灵门积一分 天灵门雪纹 那可是青城榜上前三甲 没想到角色如此 实力还非凡 天灵门不愧为世俗第一大门派 青年修成大会的魁首 难道出自世俗了吗 那可不一定 三榜上高手如云 大会冠军花落谁家 还未可知呢 风碰举胜 雲龙门积一分 楚凤狂胜 冷天门积一分 接下来 天灵门凉溪 对战朝元府处臣 朝元府乃紫薇大帝麾下 第三战将朝元王传承下的大派 我劝你 还是认输得好 免得在女人面前丢尽颜面 才第三战将啊 我还以为第一战将呢 你 以你的水平 连我的衣角都碰不到 是吗 惊涛巨浪斩 不是说我都碰不到你的衣角吗 这良心实力居然如此强横 看来我得小心应付 薛文姐 这个楚臣怎么能接下良心这么多招 一开始也没觉得他有多厉害啊 朝元王的功法与紫薇大帝出自一脉 而楚臣失踪朝元府 他的一招一事和良心十分相似 给良心的时间 这个楚臣绝不是良心的对手 加油啊 良心 我无敌 我无敌 你随 松丰链仓 灵力的鱼波都如此威力 他人的实力到了何等地步 不行 不能再和他拖下去 他的实力神不可测 倒是必败无疑 让你见识见识朝元王传承的实力 汉太星流 杨夕 我这一招可知物资紫薇大帝的术法 希望能教会你 遇事别那么狂妄 良心小心 朝溪流 赤眼迷糊剑 明灭 一招斩破天象 这是什么招数 闻所未闻呢 这 这怎么可能 楚臣 你忘了掌门平时对你的教诲了吗 大师兄 站起来 你可以的 不是吧 还不认输 朝元府大帝的楚臣 拜见大帝传人 什么情况 少主 朝元府等了几十代人 多少先必欲欲而终 今日 终于让我等到了 少主 是属下狂妄 幽影无珠 竟未能一下子认出少主 还是见少主 使出赤眼离火剑 才恍人大悟 少主 您大人有大量 千万不要与我一般见识 兄台 您认错人了吧 赤眼离火剑 乃子为大帝绝学 您就是大帝传人 少主 大师兄 这是在干什么 定是在运转什么特殊功法 到时一举将良心击败 啊 原来如此 大师兄 不愧是我被楷模 忍辱负重 只为将敌人一击毙命 少主 辅佐大帝传人 是朝元府所有弟子的使命 更是无上荣光 少主 请给我一个机会 为人认您为主 以表忠心 你若真心辅佐我 倒也不必如此 这样 你以后跟着我就行了 啊 少主在上 请受属下一败 自此赴汤蹈火 属下一不容辞 既然你跟了我 那少不得指点你几招 那招汗海星流 耗费了你所有真力 若是减少一次真力的使用 分多次进行攻击 势必会好很多 是 少主 属下今后 定打好好修行 全力辅佐少主 长老 我找到传人了 良心就是我们苦苦寻觅之人 大帝传人 朝元府众人参见少主 参见少主 少主 您实力如此强横 日后定会更胜当年的紫薇大帝 低调低调 我还没使出权力呢 谦虚才能使人进步 天哪 那可是朝元府 传说中的大派 他们的长老 竟对这良心如此尊重 这良心实力强劲 身份目测 日后见到他还是小心为妙 不能得罪 王爷 天灵们已经领先其他族们许多 要是紫薇大帝的功力精识 真被他们应去 修罗村那边怕是不好交代 要不要我们 嗯 交代 让他们争取吧 待本王血迹成功 让紫薇八皇兽重新现实 到时候别说区区修罗族了 整个人间都将沉浮本王 这些异族都得滚出人间 你下去吧 切记 不要节外生枝 是 属下明白 梁西 你可不要让本王失望才好 请过多轮的比试 积分排名靠前的门派已经选出 这些选出的门派将在储类进行最终的比拼 本场比赛 参赛的双方分别是人刀流的任海阔 和天灵门的梁西 下面请代表门派的参赛者上台 梁西 你多加小心 放心 一定速战速决 在场的人 没有一个能对我造成危险 师兄 给他点颜色瞧瞧 师兄可是人刀流的神兵 断水刀传人 实力可不是天灵门这种俗派可比的 天灵门梁西 没听过 从今往后 你不但听过 也一定能记得住 我以为你真里有多磅礴呢 这样吧 你不是没听过我吗 三回合内 你能站起来 就算我输 小子 你别太猖狂了 地水吞天 第一回合 惊涛举杠斩 刚才是我小看你了 可我也不是吃素的 怎么 略未能记住我了吗 看赵 第二回合 赤炎离火箭 已经两回合了 也不过如此吗 最后一回合 是你死 也是我亡 阴阳诀 你给我等着 日后 定会再找你决斗 到那时 你却没有第二次喘息的机会 我只怕到时候 都用不了三招 你 天灵门胜 这个梁西也太强了 有这个梁西在 我们还怎么打呀 这里消耗太多了 梁西 你快休息一下 我倒是不累 可是难免有人跟我一样不累 今晚咱们去看看 谁到晚上做坏事 嗯 野鸡无人 插进时间 赶快破碍阵法 哟 终于来了 路上有事耽搁了 怎么有人 看来 晶石就是你们标记的了 求报数 看来是有备而来 对自己下手还挺狠 梁西 你怎么知道 他们会出现 还记得 昨天大剑阵法吗 当时阵法 便有几股黑气缠绕 并且经时已被标记 他们必然会有动作 我当时没有揭穿 就是想引蛇出动 原来如此 没从他们嘴里 掏出什么东西 修罗族 肯定会另寻他法 破坏修真大会 雪温 晚晚 你们再布下一层 迷宗阵法 以防万一 本场比赛 天灵门凉溪 对战银龙门 风鹏举 天灵门凉溪 久样久样 前击上确实打得很精彩 想偷袭 你还贪嫩的 精烫去让斩 你的拳头软绵绵的 是美食宝吗 怕你吃不消我的拳头 终于光与人剑 修罗之力 正是 只要你跟我对拼 那修罗之力 便会不断地侵蚀你 直到你被完全捕食 真力被压制了吗 阴阳相抚 换行混沌 阴阳相依 阶级神明 阴阳诀 你的修罗之力 也不过如此 前谋外道 终究是体不过正当 别以为燕青 闭上两面就能救你 举雄灭碎神 一朵将力 一朵将力 这一招 只要是你 是非不分 被 这一剑 眼神 你别碎 什么 风冬军被打散了 这次你的首要目标 就是杀死梁西 答应你的好处 不会少你的 遵命 看来银龙们 已经被修罗族收买了 那其他宗门呢 是领悟了阴阳真力 加快了突破速度吗 或许可以借此次大拼 提升境界 台下各位 都称自己为大牌 可惜一个能打的都没有 这样吧 给各位一个机会 赢了我 我的积分全部奉上 不过一个个上太慢了 你们一起上 我能一个打十个 这个梁西也太猖狂了 赢了两场比赛就狂妄的没变了 大石胶 让我们教训教训这个狂妄之辈吧 等他们上了之后 我们再上 这个梁西 现在肯定还有理解 到时候 和我们左手鱼翁之力 梁西一个人 能应付过来吗 以一敌多 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能感受到梁西的真理涌动 看来是要突破了 放心吧 你 怎么 四大驻国都没人敢上来了吗 呃,金王爷,这…… 按照梁西说的来 梁西未免也太拖大了,就算她再厉害,还能同时对付这么多天才 天灵门,这次要被她坑惨喽 我家少主天下第一,你有什么意见吗? 哼,既然想以一敌咒,我就成全你 少主,让他们看看紫薇大帝传人的厉害 少主天下第一,少主天下第一 这口号也太羞耻了 梁西,给本公主狠狠揍他们 儿雅,你小点声 梁西,你是最强吧 齐家无人了吗?派了你们出来 你们三个加起来,怕是都撑不过我一招 梁西,老夫来教训你 今天你注定无法活着下来台 修罗真理,你灭过去的修罗组,善恶不分择,最不可说 一帮废物,只是白白给他们关入修罗界真理了 看得好,这位长老要重赏 贝比小人 不会的,少主绝不会被这种伎俩伤到的 你 嘘,我还差一点就突破了 要是他们害怕不敢上来,就糟了 这小子,被修罗真理腐蚀 看来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梁西,就让我来了解你 怎么就钓了条小鱼上来 你根本没有必须罗真理腐蚀,你装的 复制死活的东西,敢与修罗界勾结 还有谁 梁师兄一人败了七百两祝国,真是厉害啊 梁西太强了,除非老倍强者输手,否则我们根本不是他的对手 这次大比第一,我们天灵门拿定了 看来,七百两家,率先被淘汰了 没想到梁西的实力还有保留 你注意看,那家伙身上的黑色力量,才是最棘手的 梁西,你倒是有点意思 不过和我相比,还是差得远 是巅峰,秦龙两莽都威猎第三阵蜀疯狂 来得好 阴魔观天节 这阴雷之力不在五行之内,竟然不弱于天节的威力 梁西,我这忧郁大帝的传承,如何啊? 忧郁大帝?传说中的人间守护者之一 没想到,如此恐怖的传承,在蜀蜂狂身上 不会是大帝级别的传承 光靠紫薇斜眼,还误不透支功法 梁西,这次大比,我朗天门当属第一 大日照 感受到这功法的威力,我好像懂一点了 广靠这力尼,可破不开我的龙身 宋夜 我倒要看看 你的龙身能否等下 把他做提 杨夕败局已定 看来这次 浪天门要赢了 我懂了 原来这就是 忧郁大帝的船长 这家伙疯了 他懂什么 忧郁大帝的船长 不可能 银雷恐怖 但杨磊之力更甚 忧郁大帝没务透的 我来教你 无知小儿 别以为你靠天资 学了一些 就敢大放厥词 没想到 堂堂忧郁大帝的船人 也会与修罗界共建 还有谁来应战 我宣布 我宣布 修真大赛 天灵门获胜 夺得冠军 大坏赛越来越有本事了 恭喜你 梁兮 这是大笔的奖励 紫薇大帝的功力晶石 但从没有人能参悟 你女的天资 说不定能误导些什么 紫薇晶石中暴动的能量 竟然是阴阳之力 阴阳觉 竟然是紫薇地气 赫玄灵 赫两道友 人间第一 始至名归 我良心 致必守护人间 两小子做得不错 聚集了如此多的紫薇地气 这是心怀天下苍生之人 才能获得的 紫薇地气啊 怎么回事 什么人 气领不止死活来挑衅 修如剑 终于来了 是修罗剑魔器 不要慌张 维护防御阵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 王爷他疯了 竟然打破了防御阵 锦王爷是修真者 还是金仙镜高手 果然如原习所言 锦王爷是叛徒 和他一起的人 都已倒过修罗剑了 你这老狐狸 总算露出尾巴了 事到如今 我也不用再遮掩了 若小的人界修士们 你们死期到了 修罗剑就这点势力 根本不够看 不要着了他的道 退下 各位都是明示礼之人 因此黄兄被魔器控制 形如傀儡 公主虽被宇文青阳劫走 但也逃不远的 你们又何苦挣扎 给修罗剑卖命 有讲过下场吗 倘若打破赢我们 七戒不会有你们的容身之地 哼 我们的兵力远强于你们 你如何赢我 对将死之人费什么话 交出紫薇大帝功力精实 还能死得痛快 我看就算功力精实 落入你手 你也没那个脑子参悟吧 无需畏惧他们 我们就是最强团队 各位当再来场加实赛好了 进行一战吧 好 好 给我灭了他们 你给我冷静点 滚开 我看你是必须王爷当酒了 吃别吃上瘾了 幸好我早有预料 提前布下的迷送阵 起阵 迷宫设有飞行禁制 各位按北斗天网步行走 可破迷送阵物障 什么东西 是什么东西 快松开 走吧 给我裤子在这里吧 好强的追击能力 看来不能随意行动 该怎么甩掉它呢 这物状真恐怖 被铲上了非死不可 幸好梁西提前告知了解脱之法 只要按南极七星步走 北三步 南四步 横转一圈 欲落口又转 就安全了 没想到吧 解脱秘法 就被我偷学到 必须先想办法破了此阵 我还寻纵 朕炎找到了 将军救我呀 能以生命还起我族战局的逆转 这是你们的光荣 不死吧 你休想多箭 是梁西 走 我们去帮他 看招 苍龙祸 东西 乖乖投降 不然我就杀了他 动手 谁拦着你了 我可真杀了 要动手赶紧动手 不要这么多废话 我说杀就杀了 麻利点行吗 不会是胆怯下不去手吧 这是你逼我的 什么 连回爆裂 小狐狸 你可吓死我了 幸好我们心有灵犀 配合默契 某人刚刚在敌人面前 可不是这么说的 那都是计谋 计谋 我堂堂修罗宗鬼将 竟被一群凡人心 不可饶恕 这是本体 谈此前 巨人一直在伪装 怎么样啊各位 被封在墙里的感觉如何呀 先诈小人 这就叫善有善报 恶有恶报 你给我杀了他们 他在这里又寻魂不少 大家小心 他将回我来对付 连我的龙身都破不了 就乖乖认输吧 五阴云 你给本王撑住 没想到 你还藏着一把本门神兵 温云和修罗宗战事听令 快拦住他们 争取时间 凉戏的三线龙区很强大 你也给我快点 我阻挡不了多久了 左者 死 杏金的 你好了没有 坚持住 需要月石填补裂痕 都给我进去 你给我开 你还不来帮忙 坚持 闭嘴 我肯定就是要我死在良心手里 你终于醒悟了 听他的话 只会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没用的家伙 幸好我早在你身上 埋下了自爆骨 这就是与我作对的下掌 你怎么还没死 你能控制乌音云自爆 的确出乎我的意料 但你似乎小瞧了我的三级龙身 结束了 陆仙君 一个没有先例的人 竟然可以破坏我的龙区 本王找遍七界的绝境之地 才找到这名陆仙之体 为禁忌魔血喂养他 你的肉身再强 在他面前也不过跟纸壶一样 你就好好享受死亡的恐惧吧 你只会躲吗 真是无趣 世界没有一个仙体够私的 这又这么厉害 别在那里说大话 不相信 只要你给我破不了的仙体 我就放你走 你以为我找不到啊 找啊 我怕你不敢 我陆仙君 从没有怕这个词 你的陆仙之体 也是陷阱体制 你看 我就说你不敢了 你敢小看我 敢的话 你就破啊 你以为我不敢呢 有种你破呀 谁怕谁啊 破啊 我就破给你看 陆仙君 不要听梁仙胡说八道 太逞强的性格 也不是很好啊 这个白痴 就差一点了 梁仙 本王这么做 也是为了保住人界 你我目标一样 应当理解我的做法 勾斜修罗戒保住人界 守护人界 靠的是普罗大众 而不是邪门歪道 收起你假惺惺的说辞 我谋划了数十年 绝不会因你而白理 逼得我陷阱受援 我要让你们都死在这里 血煞罗天 都躲进来 这阵法持续不断 我们没人能躲得过去 轻轻的根本没打算放过我们 梁仙 别浪费真力了 浑源天顶的血煞罗天 根本无解 你又能坚持多久 况且我的血迹大阵 已经大成 你还是放弃吧 放弃 揣开你的先例 我们即可所有人的力量 攻击一个点 你去 Isn't that 相信我 雪恩 人? 子力 兜? 陷阳之力 我迫 抢 无法 反正已经来不及了 伤疤星秀 紫幽八荒兽 你就是为了放出他 日晨海勇万物朽 二十八星天下走 控制人界 位为头紫幽八荒兽足矣 去吧 饱餐一顿 这是什么 我这是修真大会那边 快跑 这是吞声前缓 畜生 为了一起私利 竟然将百姓生命施为草剑 就用这样的作法 还妄想保护人间 糟了 紫幽八荒兽 在波曲良心的紫幽地气 臣有意思 紫幽地气关乎大地之能 你真省得为了这些无用的凡人放弃 紫幽地气没了我可以再聚 人没了就真黑了 少主为了百姓 甘愿放弃紫幽地气 我属臣没追随错人 富人之人 我倒要多谢你送出紫幽地气 你的紫幽地气 我照样斩你 良心 猖狂 拖卸大人救命之恩 是我们连累的大人 没想到少主放弃的紫幽地气 反而因为百姓感激的信念 变得更强了 也许以前紫幽大帝 就是这样守护着我们的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